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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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今天的千禧年代 我是葉冠林 歡迎大家收聽收聽這個節目 這個節目是香港電台第一台 港台電視31和31A直播 另外在Facebook上 RTHK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的Facebook專頁 說了很一段時間 現在終於開始問大家五個月的時間 讓大家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土地從何來呢 這次昨天出來 看到記者說到有18個選項 給大家選擇 怎樣找地回來 有一些短中期 中長期 和概念性的選項 答的問題都是說怎樣找地 現在說之前就說 欠1200公頃的土地 昨天小組出來說 其實不止的 可能會更多 今早就深入討論這方面 我們請來的嘉賓 就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 黃遠輝 蝶博瑟在這裡 早安 主席 是 早安 請總是打來講一下 1872311 17231 怎樣找地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機會 看了那18個選項 看了有甚麼想法都可以 這個時候已經開始打上來了 1872311 17231 好 問回主席 終於就來了 土地大辯論 過去你用了很多時間 才找到那18個選項出來的 就是答一條問題 就是要找地 沒錯 找地 但也要戒定一個題目 這次就說要找1200公頃的地 之前聽到這個 但你現在就說可能不止 要再多一點 其實先說到你的問題 現在香港其實在短缺多少地 這條數有人說你們在製造一個 好像搬龍門一樣 以前說1200公頃 越說越多 是甚麼一回事 你剛才說的兩個字非常好 一定要有一個題目 這次我們的題目 當然就是土地短缺 由我們開始 這個小組在去年9月的時候成立 當時來說 還有很多聲音 就是說 其實我們沒有短缺的問題 其實可能是土地行政的問題 又或者甚至有些人說了 人口問題 人口政策問題 所以如果你處理了人口政策 可能基本上我們沒有土地上的短缺 那時候開始的確有這樣的聲音 不過如果我們做了八個月的工作 尤其是在這麼多個月裡 檢視了今天來說 我們看到 聽到 也有部分的一些倡議者 提出了一些關於土地供應的選項的時候 可以這麼說 最近這段時間 我們在開展我們公眾諮詢之前 實際上都見過很多不同的團體 有專業團體 有基層的市民 也有些媒體等等 其實已經是看到 在這段時間裡 其實沒有一個團體 是不承認 今天我們已經有一個土地短缺的問題 所以我相信在過去幾個月 隨著大家對於土地供應的議題來說 認知多了 討論多了 媒體當然也多了討論 在報紙上多了這方面的報道 所以大家基本上已經確立了 就是今次來說 我們的確確是一個土地短缺的問題 但數字呢 非常簡單 為何越說越多呢 有些團體就說你們好像製造缺地恐慌 之前都說去到2046只差1,200公頃 昨天你說不止的 是怎麼一回事 又解解 沒錯 那檢視到我們今天來說 一個三十年的估算 在未來這段時間 究竟我們的土地需求是有多少 其中包括當然是房屋用地 經濟用地 經濟用地 繼而有了房屋 有了一些商業的寫字樓等等 其實最重要的東西 原來是最大的土地的用家 反而就是我們的交通基建設施 那這些往往都用很多土地的 那包括這一樣的時候 在這三個層面上面 我們總共覺得 未來三十年 根據現在的估算 用了一系列的假設 它是足足需要4,800公頃 那同樣地 就已經規劃了 或者是落實了 或者是推展當中的一些 是增加土地供應的項目 其中包括一些新的發展區 主要都是新界東北 或者古東北、洪水橋等等 包括在裡面 它總共會有3,600公頃的供應 在說三十年 在說一系列的假設 所以到最後 兩者在雙減的情況下 就說應該有1,200公頃的缺口 不欠了1,200公頃 但是 因為我們在說一個三十年的估算 估算裡面全部有一系列的假設 所以任何一個假設 當它有變動的時候 就已經令到 最後的估算數字上 是不同的 很簡單來說 就這樣說 說房屋用地 說人口的增長 這裡就是用統計署的假設 去到2043年 我們的人口高峰 822萬 然後開始回落 我們家庭的規模 其實是在縮小 以往的每一個家庭 或者準確點叫做每一個單位 有3.1人口 然後到現在的2.8人 然後到估算裡面 就說以後還會進一步縮小 2.7人口高峰 用這樣的計算 在裡面計算出來 我們需要多少的住宅單位 住宅單位裡面 究竟是否按照 長策書制定的 六四的方式 是的 我們覺得那個比較合理 因為它說明 今後就會向公營房屋傾斜 所以就說 在100萬個單位裡面 30年的估算 裡面60萬個是公營房屋 40萬個是私人住宅 公營房屋 用的平均面積 建築面積50平方米 私人住宅用75平方米 再在這樣的情況下 計算出來 究竟需要多少土地 然後才可以計算到 可以提供100萬個單位 其中60萬個是公營 40萬個是私人住宅 等等 好了 這樣才算出 一個的數字 還不要算 裡面還要假設 一定的地積比率 OK 因為你新界的地 和市區的地 建出來的地積比率又不同了 等等 簡單一點 因為剛才也挺複雜 缺多少地呢 很快想問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回答這條問題 找1200公頃 去到2046 找1400還是1600 這麼多有個數 是怎樣計算的 我們就說 最少1200公頃 1200公頃 就是滿足到 現在在我們這個 我們認為比較合理的估算下的數字 當然它裡面沒有包含任何的變數 30年裡面有變數 所以我們用最少的字眼 另外當然 如果真是說 好像社會上面 有一些的訴求 包括 就是今天我們住得非常窄 如果我們真的 每個人都需要住寬一點的話 那是不是需要多些土地呢 又或者有這個說法 今天我們的情況 正正就是 可能過去15、20年 我們都沒有很認真地 開闢過更多的土地供應 所以呢 我們是不是應該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不要等待我們下一代 重複回我們現在的情況 我們遇到多少少 作為土地儲備 預備他們未來一段時間 今天來說 估算不到的需求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也真的需要多過1,200公頃 但是最少這個字眼 就會給人家一個感覺 最少1,200 好像隱含住 就是越多越好的感覺 剛才你回答 是不是住宵鬆一點 是不是要留給下一代 是不是隱含住 這個思維在後面的 其實是不是越多越好呢 當然 就可以這麼說 就是在今天現在 我們看到的情況 我們非常短缺的情況底下 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感受到 因為土地短缺 所以令到我們這個社會 舉個例子來說 很切身的問題 住屋的問題 供應房屋 今天來說 我們根本不足夠 去到應付我們15萬5千個 輪候策訊給的家庭 不要計算 配額計分制那裡 另外還有差不多13萬個 申請者 平均輪候時間4.7年 而且還有機會繼續延長 今天我和你打開報紙 每一天 樓價都創新高 我們大家都咬牙切齒 認為這個 根本不可以負擔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我們今天 是真的有多餘的土地 我們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不會 所以長遠一點來說 是不是越多越好呢 是的 但是當然我們也知道 其實有很多的選項 裡面都所有是利弊的 其實在說選項 或者在說取捨 正正就是這樣的情況 你也提過 這次我們也要做一個抉擇了 真的在那18個 你交出來的選項裡面選擇 你也提過 沒有一個選項是無痛的 沒錯 既然每一個選擇 其實都要很謹慎作出 但是現在的題目 就是在說1200公頃或以上 會不會我忍痛柬凸凸了土地出來呢 因為每一個都要有人犧牲 但是譬如柬凸 我們回答你們的問題的時候 是朝著千二的方向去好答 還是盡量多答一些為之好呢 18項都剔掉的最好呢 當然 這個一定是看社會上 不同的持份者 到最後 他真的有不同的一個取態 以至到最後他的取捨 當然也會不同的 當然 當然有部份的意見 我們聽到的 就會覺得 搬緊龍門 又或者為何說最少 言下之意 很多可能覺得 如果我們真的剛剛找到千二 那就已經解決了我們的問題了 其他事情再慢慢商量 有些這樣的看法 但是反過來說 我們都會去到一些 尤其是一些基層的市民裡面 其實他們是非常簡單的 當我們跟他們說 有這麼多的選項 究竟你覺得哪個選項 你覺得適合為我們未來的一段時間 可能是增幣一些土地 他說 不要說那麼多 你做得的就趕快去做 全部你覺得做得的 我都會支持你 我現在最關心的就是我何時上樓 所以也不排除社會上有很多 其實經過了這麼多年 可能在這方面我們有很多的討論 但是問題就是有部份 其實一直看到社會上有很多的討論 但是今天他住在一些不識次的居所底下 當然他的感覺就會有點焦慮 他會有點急 自然他就會希望 所有能夠做的都希望做 所以到最後 究竟這個社會 包括所有的慈分者在裡面 到最後究竟選出來是怎樣 那樣是否說除了這個千元公頃之外 大家都覺得 你不如準備多一點點吧 給多一兩個的選項 到時政府就需要進一步做一些 很多其他的工作 但要強調就是沒有一個選項 其實今次來講 所有的一些把關的法定程序 是可以透過今次的公眾諮詢之後 到最後可以回避了它 甚至不需要經過這些把關的法定程序 全部都要跟回現行的法定程序去做 好了 問題大概大家知道了 希望拿到最少1200公頃的土地 有18個選項給大家選擇 這個時候也請嘉賓跟我們說說重點 好 我找幾個重點出來說 其中有幾個方向 先說說短中期的選項 短中期的意思是 有潛力在未來大概10年裡 可以提供額外土地 包括哪些呢 包括有棕地發展 包括有利用私人的新界農地儲備 另外一個就是利用私人遊樂場所的 場地契約用地的 用來做其他的用途 簡單一點的說法 例如舉個例子 戈爾夫球場用來蓋房子 是否可以考慮呢 另外就是重置或整合佔地廣的康諾設施 短中期有這四項選項 沒錯 逐樣說不如簡單說說 因為有好幾個選項 我們簡單提一提 中地 中地也經常提 沒錯 中地其實這個選項出來 現在就說有好幾個大的發展區 但當中有部分是中地 現在又說有五個大的發展項目 裡面有部分是中地 說說這個特點在哪裡 想問什麼問題 中地在哪裡 基本上就是 根據我們的分析 總共一千三百公頃的中地 而在五個你剛才所說的 大的發展區裡面 就有五百四十公頃 所以現在的建議就是說 首先就在大阪塊的中地 就是五百四十公頃的中地裡面 嘗試用一個所謂的洪水橋模式 洪水橋現在都在做 就是把洪水橋裡面的棕地 總共一百九十公頃 把它集中在二十四公頃的多層工業大廈 三十七公頃的蜜樓園 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能夠做得到這件事的話 即使說將一百九十公頃 把它集中在六十一公頃裡面 繼而可以釋放了 剩下的一百二十九公頃 當然也可以作其他用途 當然就在洪水橋地區裡面 重新再規劃過 或者簡單來說 因為棕地很多設施都散放開來 現在不如踏高它 就省下地了 是 用這樣的方式 另外當然其他零散的 所謂剩下的七百六十公頃 都會繼續慢慢去做 當然以先大後小的方式 或者先集中後零散的方式 這樣去處理這些棕地 所以就說大的板塊 可能釋放出來的潛力會比較大 零散的如果你是這樣做的話 你要慢慢把它撿起來 去到一些多層的工業大廈等等 雖然時間比較長 最後效益可能未必真的這麼大 但無論如何 我們覺得這個都應該去做的 也要視乎社會是否這麼支持 這樣的做法 因為就算它不能夠釋放很多土地潛力 但至少如果這樣處理一些棕地作業 會令到周祖環境得到很大的提升 這個亦是如何去改善我們整體的居住環境 或者整體香港的環境也好 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覺得看看社會是否支持 在這方面都會擺出來作為一個選項 背後剛才的運作也有點複雜 市民要選選選項的時候 要不要理解後面的邏輯 還是可以按自己的選擇填就行了 我們就嘗試花繁為簡 這樣的方式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策紙 就是76頁 其實每一個選項 首先第一就是頭1、2、3、4章 基本上就是一個概括的描述 由第一章的基本上是說我們今天的情況 就是你剛才所問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章就是說1,200公頃的估算 為什麼我們說這個估算相對來說是保守 所以我們認為實際的差距比數字為高 但是我們當然就不要放另外一個數字上去 主要就是希望社會 如果真的到今天來說 1,200公頃是比較深入到大家的腦海的話 其實不要緊要 因為這個我們認為是一個合理的估算數字 就用這個數字作為一個出發點 第三章是說所有的一些 已經持續執行的一些增壁土地措施 包括改劃我們210戶土地 在適當地區增加密度等等 以至到控制校舍、善用工廈 全部都在第三章裡面 我們就覺得這些是可以幫助 舒緩我們今天已經出現短缺的問題 不是解決我用舒緩的字額 它可以幫一點 不是說全面解決 如果全面有這樣的持續執行 已經解決到 為什麼我們要去公眾諮詢呢 又要拿這麼多選項呢 第四章就開始 基本上就是鋪陳說 為什麼我們這次放18個選項 為什麼用這樣的方式去鋪陳 主要就是說 這樣的做法 就會令到我們整個社會 開始討論的時候 就能夠更加對焦 因為如果18個選項要亂放出來 那究竟怎樣去對我們現在 短、中、長期 都有一個短缺的情況 那以後你怎樣去用這些選項 來對焦地處理 我們現在短期、中期、長期 都有土地短缺的問題呢 繼而就說 可以長遠一點土地儲備呢 所以我們就這樣放了 根據土地落成的時間 短、中期、中、長期 然後去到概念性的方法 所以如果是一般來說 如果真的看四章 那就已經大致上有了一個傳碼 所以如果你真的一路跟開土地 亦都很有興趣 當然就可以就著每一個選項 去到選項裡面的篇章 再看選項裡面詳細的資料 OK 好了 如果是在我們網上 其實這一套資料 我們全部都在網上 但是對於一些 可能想快一點點了解的 我們有一些動畫 有一些動畫 基本上就做著每一個選項 基本上都可以有介紹 我們會有一些影片 影片都是概括這樣說 現在的情況 千億公頃的估算等等 亦都可以有一個快的方式 可以置下限度 有了一個理解 有了一個理解之後 我相信也透過大家 很多的報導等等 我相信 希望在這個公眾諮詢裡面 尤其是我們第一個月 或者叫做第一個階段 基本上都是以推廣教育為主 OK 而希望在這個時間 大家都能夠熱身地討論多一點 去到遲一個階段 我們才會做那個調查 OK 剛才就很快地說了 其中一個短中期的選項 就是棕地發展 另一個就是利用私人遊樂場地 契約用地作其他用途 就是常常說歌業夫球場 這一部分看到蝙蝠特別長 綠葉子的 是 特別長一點 是不是代表著 你們特別傾向這個方向 有沒有什麼含意 為何這個特別 18個選項 不是那個用同樣的蝙蝠去說明 這個特別多一點 其實不是說多少業子的問題 你會看到每一個選項 基本上我們都想用同一個模式的資料 同一個模式的資料 就等到大家真的討論 以至最後取捨的時候 你也有相同的資料去比較 第一個當然就是每一個選項的利弊 第二個就是 究竟如果這樣做的話 它的潛力 它的土地的潛力 究竟是怎樣 它土地真真正正落實的時間 究竟是短期、中期 一個長期 以至到它們的相對成本效益 或者它需要克服的一些技術的條件等等 希望大家看的時候都可以這樣比較 在這一個關於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 因為當時來說 除了在一個原則上來說 我們認為一些可能是佔地教港 的一些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土地 我們當時討論究竟它有沒有潛力 是用作其他用途 或者它可不可以釋放部分的潛力出來 作為我們增僻土地 其中一個的選項 同時間談判了這個原則之後 當時社會上也有很多的討論 集中在粉朕歌曲呼球場 所以我們也會用了粉朕歌曲呼球場 作為一個當時我們討論的一個項目 而我們當時也避惜了 在政府委託顧問 做一個新界北發展研究的時候 同時這個顧問也順道研究究竟 就是粉朕歌曲呼球場是否有一個潛力 可以發展作為其他用途 所以根據這份顧問的報告 非常初步的一個研究報告 它提出了一個所謂的局部方案 用了粉朕公路以東的32公頃 作為一個局部的方案 另外當然一個全部的方案 就是172公頃 所以我們當時也說 將這兩個方案 或者這兩個選擇 就拿到公眾諮詢裡面 看社會裡面怎樣選擇 所以現在就有些蝙蝠要用來解釋 那兩個方案 局部發展方案 因為裡面是有一些初步的研究報告做了 OK 現在就有18個選項給公眾選擇 怎樣找地呢 大家有沒有想法呢 打來講一下 172311 我們稍後再談 為期五個月所謂的土地供應大辯論 昨天就開始了 到了九月份 有18個選項給大家回答 有甚麼方法可以找土地呢 現在就說要缺1200公頃以上的土地 今早請來嘉賓 就有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 我們電話172311 聽眾都可以打來講一下 你會有甚麼選擇 這次18個選項 再分開幾個大的欄目 一個就是短中期的選項 剛才說了一些 譬如棕地 說了用一些私人遊樂場地的 契約用地 用來做其他用途 這就是短中期的一些選項 另外還有一些中長期的 都想在這裡借機會講一講 一個就是講中長期 包括甚麼呢 譬如有維港意外的田海 發展東大漁都會利用岩洞 或者在新界發展更多的新發展區 另外有譬如內河碼頭用地 另外交野公園邊垂 之前提過兩個試點都說可以想的 有這些選項 不如先說其中一個 先說一下田海 田海也是用綠葉紙 看蝙蝠也算多 沒錯 田海這個想法是怎樣呢 簡單講講這個 其實這個應該我們回到2011年 2012年開始做過一個 關於多管齊下土地供應的一個 公眾諮詢 當時來說 亦都是就著維港意外 一些可能可以填海的地方 或者填海點 基本上做過兩輪的公眾諮詢 由原來最初的時候 是說維港意外 差不多是47個不同的點 到最後就落到25個選子 然後就經過公眾諮詢之後 最後只剩下5個選子 5個近岸的選子 就是現在的5個近岸的選子 包括在龍古灘 在欣澳 小蠔灣 青衣西南 以及馬尿水 總共有5個近岸的填海點 加起來 總共有450公頃的土地潛力 另外一個就是在中泡水域 中泡水域裡面 那邊大致上會填海 做一個我們叫做人工島 應該是1000公頃 人工島 這個最主要都是作為 一個東大魚都匯的發展 繼而提供一個交通基建的連接 那這兩個選項 其實我們就分開放在這個諮詢的策子裡面 主要就是我們覺得 就看一看社會 究竟對於填海來說 那個支持會是怎樣的 雖然這幾個都是當時來講 做了兩輪的公眾諮詢之後 得回來的選子 但是無論如何 這次既然我們在說 我們就會在網絡所有 在我們現在來講 能夠掌握到或者見到 以至到覺得 他都可能有機會 有土地潛力出來的一些選項 都放出去做公眾諮詢 看看社會的取代會是怎樣的 當然明白到 就算是當時的諮詢 就住中泡水域 以至到近岸的填海點 其實都可能是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亦都因為這樣 我們覺得如果將它這樣分開 尤其是在時間性上來講 亦都很明顯見到 近岸的填海當然會比較快一點 中泡水域的 當然要做很多很多研究工作 可以分開表態 包括很龐大的一個 交通基建的網絡連接等等 所以我們就這樣 看社會最後的取勝是怎樣的 可以分開選擇 維港以外近岸填海一個選項 發展東大魚東匯 填的人工島也是另一個選項 沒錯 另外我看到一個選項挺特別的 就是發展郊野公園的邊垂地帶 是 其中如果發展邊垂地帶的兩個試點 就屬於中長期的選項 但若果發展其他郊野公園邊垂地點 就屬於概念性的選項 先說說兩個地點 現在的進展是怎樣的 防協好像之前找人做的 可能性研究等等 但這次都放在這裡 沒錯 這個我們也考慮過之後 把它分開兩個選項 就是這樣放的 首先我們知道政府也委託了 防協 舊處就是郊野公園邊垂地帶 兩個的 所謂的試點 就做一些必須要做的 關於生態研究的報告 當然如果真是說做完這個生態研究報告 因為它要做最少是所謂叫做漢季和濕季 就是要做兩季 亦都表示它一定是超過一年的工作 然後如果真是確認到 它的生態價值相對較低的話 就可能進一步下去做一個規劃和工程的研究報告 然後規劃工程研究報告 看看它究竟是否這些地方 它的地貌 它的地質等等 是否適宜興建公營房屋 或者一些寫覆的設施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才可以開展這個項目 但是無論如何 這個項目其實就是上任特首提了出來 然後就開始委託房協去做 但是就未經過 好像我們今次的一個公眾諮詢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說放在這裡 但會不會多人選擇 然後原來說生態那裡搞不得 那些叫做不成事 就是多人選完之後 因為那邊未出結果 當然會 就正如我剛才說過 所有的法定程序 法定程序裡面 包括是環評報告的 是不會可以迴避 也不會減少的 所以其實不只是這個選項 其他選項都是 就算是大家會支持 就算是這樣開展工作的時候 肯定它裡面 有一些選址 未必能夠通過到 現在今天那些法定程序 亦都未必通過到是環評報告的 所以這個不要緊要 最主要是看看社會 會不會支持 就說既然這裡是40公頃 是說兩個選點 大嵐和水泉澳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看看社會究竟如何選擇 這個有別於 現在我們說整個概念 整個概念就是 交野公園邊垂地帶 生態價值較低的地方 就輕建在公營房屋 或者社會設施 這個同樣地 上一任特首提出的 但是當然也未經過公眾諮詢 所以我們這次經過研究討論之後 就覺得 我們今天沒有辦法確認到 究竟我們說邊垂地帶 是多大的地方 因為邊垂地帶 前後左右都是邊垂地帶 另外就是生態價值 你怎樣去 這個是相對 當然是怎樣去決定 它那個相對的生態價值較低等等 這些需要做很多很多的研究工作 然後才可以有一個做法 或者有一個機制 去確保這樣的發展 的確符合到 譬如說 環評上的需要 或者符合到社會上 是最終的利益 或者最佳的利益 所以我們就放在 一個所謂概念性的選項底下 同樣地 看看社會 究竟是否支持 如果是支持的話 其實 還要開展很多的研究工作 不是就這樣說 也都是好像你剛才所說 所有的法定程序 其實就不能在這裡避免到 OK 剛才說18個選項 之前提過一些短中期的選項 中長期的選項 還有一些概念性的選項 其中一項 剛才提到的 就是發展交易公園 邊緻地帶的其他地點 不是之前提過的兩個選子 另外還有譬如說 發展奈何碼頭的用地 另外說到葵青貨櫃碼頭 上蓋發展 或者重置貨櫃碼頭 甚至填平 這個船灣淡水湖 這些都是一些概念性的選項 剛才提過加起來 有18個選項 接下來五個月 希望先是公眾認識多一點 然後再回答問題 你會怎樣選擇 我想問多兩句就是 究竟你們期望市民要做些甚麼 剛才兩個階段 這個階段是不是先學習 大家聽完那18個選項 大家先找書 後一個階段 可能到了某個時間 才一起回答問題 那個想法是怎樣的 多說一些 其實是的 我們原來的想法都是這樣的 就預留了五個月的公眾諮詢 第一個階段 其實就是希望 是一個主要的 是推廣 教育的過程 希望在這個時間來講 提升到整個社會 對於我們今天土地供應的情況 以致到我們土地供應的選項 即是說有些甚麼解決的辦法 都盡量多一點的討論 大家也希望 大家也就著 既然有這麼多的不同的方案 大家可以宏觀一點 可以全面地去討論一下 然後 去到第二個階段的時候 其實我們才開始 會是就著不同的選項 收集一些市民的意見 什麼時候第二階段 什麼時候可以回答市民 我想大致上 可能是六月初左右 就開始了 當然我們這次 其實就是在說多渠道 也是多層面的 多渠道的意思就是 包括網上 其實我們的網頁也開通了 我們也有Facebook 也有YouTube等等 我們會適時發放一些資料出去 在網上 基本上跟我們現在 手上的這個策子 基本上資料是相同的 即使說 如果你是希望可以快一點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一些動畫 每一個動畫 其實都會介紹 每一個選項裡面的資料 即是說 土地潛力是怎樣 有什麼利弊 有什麼技術條件要克服等等 又或者它可以 真真正正進入去 每一個選項底下 其實都有我們現在的策子裡面的資料 文字的資料 同一時間 其實也可以有些相關的 譬如說研究報告 以前的顧問研究報告 全部都可以在裡面看得到 所以基本上 這個設計就是希望可以迎合到 社會上大多數 你需要簡單一點的 你可以簡單一點看 你可以看影片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 你可以再追多一些 裡面詳細一點的資料 我反而關心答的部分 答是否要用很多時間 好像剔點心指一樣 要剔夠1200公頂 就要答這個問題 一定是怎樣的 大概到時 預期大家怎麼做 當然 如果到最後 我們去到調查的時候 無論是網上 或者我們在不同的團體見面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這樣的問卷 紙上的問卷 去到18個區裏面 我們的巡迴展覽 除了希望可以提升到大家 對於土地供應的一些認知之外 當然如果有興趣的那些 也可以在那些點上 給我們一些問卷 而打壓的方式 基本上都是希望聚焦到的社會 我們今天既然有一個 1200公頃的短缺 這就分佈於短、中、長期 都有我們短缺的情況 所以就希望首先第一 如果社會或者任何持分者 可以在現在已經羅列了 在短、中、長期 總共這10個選項裡面 選擇一些他認為可以支持的選項 當然 這幾個選項加起來 我們一直都強調它是多管齊下的 加起來 為什麼是多管齊下呢 就是因為你沒有一個單一選項 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所以你加起來幾個選項 它就超過1200公頃這個數字 又或者好像我剛才所說過 有部份的市民可能覺得 你所有做的其實都應該開始做 全部都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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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都會照樣接受的 但是到時候怎樣分析法呢 當然我們交給港大的白景淳教授 他專門負責做我們那個調查的 就是民意調查的工作 基本上就是他會做的 還有到最後 怎樣去分析法呢 怎樣去就著我們現在說的 除了數字之外 也都可能在那個質方面 可能有很多的意見 因為我們不是就這樣說 除了這個之外 我相信也都會有 大家會在裏面 可以寫很多大家的意見上去 包括其實很多選項底下 如果大家覺得在這些選項底下 應該是加一些另外的條件 又或者在框架上面來說 應該就把門檻提升等等 全部都可以寫在裏面 這些我們都會透過教授的專業分析 就可以把所謂的數量上的 然後去到質量上的 兩者的意見 怎樣呢 將它融合成為一個 最終社會上大多數的意見 但是到時候 如果有人很有興趣去表達意見 那是不是可以 又去諮詢會 又去上網填問卷 又去其他的場合 可能他們在街站上又表達意見 會不會出現一個 重疊意見的機會呢 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比如說Facebook又被人回答等等 那會不會有一些動員之下 所謂動員之下 可以騎劫了整個土地辯論的諮詢呢 會不會有這樣的機會 首先當然 如果真的說有些辭訓者 真的對於我們今天這樣的課題 感到非常大的興趣 繼而就是一直出席我們 那麼多不同地區 或者不同層面上的一些諮詢會的話 當然這個是歡迎的 其實正正就是諮詢會 或者我們的公眾諮詢 正正就是希望 觸及到在社會上 就是越多不同的辭訓者越好 但是我要強調就是 越多不同的辭訓者 不同的辭訓者 也都希望如果 當然 如果你說在調查等等 我們都會首先第一件事 很標準的一個問題 當然就是會問 究竟你有沒有做過這個調查 當然如果你做過的話 如果你再重複的話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意思 你知不知道它有沒有重複 新登記個人資料 每份問卷 身份證號碼的確保不重複 沒有去到這裡 但是當然如果你真的說在網頁上 如果你同一個 就是 我想要給真名的答文卷 還是我就這樣寫過陳大文 亂寫下去也可以 答文卷那些 意思是會不會可以這樣重複 在不同的地點都回答一下 其實那個寫不寫名的那個 當然我們那個會 但是如果你不是說 需要核實身份證等等 其實亂寫名其實也有可能 那怎麼辦 但是我想最主要的都是說 第一我們會問這個問題 第二就是說 如果真的說在電腦上面 在網上進行調查 當然如果你從一個電腦過來 其實這個電腦 我們是可以有能力分析到 其實如果同一個 就是所謂的IP Address過來 那些可以全部分得出來 那同樣地 如果真是說影印本 而影印本就是一式一樣的 那我相信同樣地 那教授也會有一個專業的判斷 可以分得出來 他就分開這樣分析 長常諮詢會都來 這些就難防了 這些不要緊的 我相信我們都會歡迎 但是也當然就是呼籲大家 既然我們在說 就是希望能夠社會上 更多不同的持分者 都有機會發表到意見的話 其實有些情況 如果你說相同的意見 而每一次都出席 而每一次都可能是相同意見的話 其實不需要說這麼多次 反而來說 是不是應該留一些機會 給其他可能一路都沒有什麼機會發聲 就多聽他們的意見 其實我們最主要都是這樣 其實也都希望社會是這樣的 社會也都希望不同的持分者 同樣地可以多聽其他不同的持分者的意見 這樣才是真真正的有意義的公眾指訊 很快想再問一條問題 然後再聽聽眾 怎樣量度民意呢 這次很想尋求共識 會不會有一個指標 例如可能都要起碼一半意見以上 支持這個選項才叫做得到公眾的認可 還是不是的 總之誰較多就已經算是跑出的 將來怎樣量度 這個呢 除了數量之外 當然我也說過了 其實還有很多意見 這些也是透過今次的公眾指訊中 收集到的一些所謂叫做質化的意見 怎樣跟一些量化的意見 兩者是猶合它 成為一個最終的分析 而這個分析 正正就是如實這樣反映 社會上 那麼多的持份者 那麼多不同的持份者 社會上教主流的意見 所以是否教主流就算去到碼了 還是少少是一個共識 會不會出現 可能自春五個月後都沒有共識 沒有共識之下 就算最多選擇的選項 主流一點就去碼了 是不是這樣 其實我們就相信共識你的意思 就是百分之一百 我相信就是 不是呀 過半了 起碼都 是 起碼都過半了 我相信 我相信會是差不多的一個指標 因為如果真的說 大家都會是朝著這個 所謂一千二百公頃這個出發 正如我也剛才說過 其實有部分 在說的是 就是各樣都支持你的 可能會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理論上來講 就是會有幾個選項 在經過今次這樣的取捨之後 他又有幾個選項 就是我們所說的 那個多管齊下的方案 他加起來就會超過這個數字 第二就是有幾個選項 都會是會成為一種 你剛才所說的一個主流的意見 就是他可能就會多過半數 主流下來都要過半數才可以 如果數字上來講就會是這樣 但不知道有沒有人加很多白卷 因為白卷也會收到 十八個選項 當然我們也會 同樣地 這個就會分開來分析 因為如果真的收到 舉個例子來講 二千張白卷 我相信教授的分析都會說 這裡有一些二千張白卷 即是等於他怎樣分析 然後最主要都是說 我們的分析就是希望 真真正正在代表 社會上那麼多不同的持分者 綜合回來的一個意見 OK 如果你有白卷 我想會分析 但是會放開它 就說可能有那麼多白卷 OK 好 聽聽眾的意見先 172311 172311 接通了有朱小姐 跟我們嘉賓土地工程專輯小組 主席王遠輝一起談談 朱小姐你好 請說 月官林 我想問一問王先生 政府坐擁了四千公頂的地 官地 或者是賣地的 或者是兵屋預留 那四千公頂都不用找了 你用不用 你用就拿一千二公頂來用 你是不是急市民所急 如果你真的急市民所急 你先用了 我這是第一個意見 第二就是 農地已經破壞了 不好意思剛剛疾了 第二個是說 中地農地 是說這個農地 農地 那用什麼跟他們合作 就是官商勾結 一定是 那我覺得你用土地收回條例 市區重建成是用的 那你是建公屋的 你是建道路的 益花香港市民資助貨屋的 誰不贊成 個個都贊成 就算你建私樓 合理的價錢賣給他 不要跟市價脫債的 那三個方式都可以用這些農地 用土地收回條例 那三十萬劏房市民 所有的買不到樓 有任何階級的市民 都可以用到 用合理的價錢賣給全港公屋 私樓 或者是其他市民 我想沒有人反對你 好 舒小姐 多謝你的意見 剩下一分多鐘 給王遠輝回應 兩大方向 政府還有四千公頃 為何還要多拿一千二公頃 第一個問題 好 我想要多謝 朱小姐 最主要我相信 就是我們這次是跟社會去找地 當然我非常歡迎社會 跟我們的小組一起去找地 即是說如果真的有些地方 你覺得為何會限制出來 那既然作出提議的話 如果我們檢視過 發覺真的 那樣的話 我們當然會反映 在我們最後的建議報告裏 回到剛才那個問題 其實我相信 他在說很多 一些短期租約的用地 但是短期租約的用地 經過我們檢視之後 5300張的短期租約裏面 總共的面積是2450公頃 但是裏面有1640公頃 是說第三條跑道 然後裏面有50公頃 就是一個農場試驗計劃 家道裡的農場試驗計劃 那這裏已經去了1700公頃 剩下的700多公頃 是5300張的短期租約 所以其實它非常非常小 很多其實今天來說 可能臨時的停車場等等 也都在將來 如果真是說鄰近的地 是改了其他用途的時候 很大機會就合併了 OK 時間所限 不好意思可能第二點沒有機會 今天解說到 不過未來有五個月時間 土地大辯論的 大家什麼意見 還有充足的機會可以提出的 多謝今天的嘉賓 土地觀念專家小組主席 黃遠輝和你聊到這裡 OK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